作為投資者,除了開戶怎樣開除外 最重要是這些產品方便 另外就是產品和回報 究竟是否真的吸引 也要問問Sally 產品來說,我們香港人都會很想知道 買內地相關、大灣區等等的理財產品 其實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產品可以投資? 這次的理財通其實在徵求驗稿上 都很清晰地說到南北兩向的產品 具體可以投資什麼 對於北向通的產品來說 內地的銀行都是根據監管的要求 去做一些準的 目前來看就包括一些 中低風險的投資理財產品 主要就是由內地的理財公司發行 以及由發行人和內地代銷銀行 一起大家評定為一至三卡的中低風險 以及非補本的一些正值型的理財產品 這次出來就是不包含一些 現金管理內的現財產品 另外還有一類就是 經內地一些公務基金管理人 以及內地的代銷銀行 大家一起評定為R1-R3的一些 中低風險的公開的公務基金 對這兩類為主 其中低風險 對 如果內地投資者 他們又可以買什麼產品 我們這邊 對 內地投資者來香港做投資 南向通的投資 在南向通推出初期下 我們都看到有媒體系報道 其實都是一些存款和低至中風險 一些非複雜的債券 還有在香港註冊 又經我們香港證監會認可的基金 這兩大類 即是貨幣基金 那些比較穩健型為主 對 Sally說的 以一些穩健型的投資產品為主 最初應該不可以做一些抵押 或者槓桿等等 不過雖然你告訴我 我可以向上投資的一些理財產品 都是很簡單的 很穩固的 但香港人仍然會覺得很陌生 因為好地地 我都沒有太多留意的產品 不如Sally跟大家講一講 究竟內地的理財產品市場 有什麼特性和產品有什麼特點 好的 其實我們看看2020年 中國銀行的理財產品市場 一個年度報告有指出的 內地現時的理財產品市場 大概可以說有三個很主要的特徵 第一就是投資者的規模是穩步增長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表 過去一年 個人投資者的增長是升了一倍的 而機構的投資者更加是增長了兩倍 第二就是內地的理財產品 通常都是一些中低風險為主的 這一次即將推出的理財通 其實都是一些中低風險的產品 所以相信客戶會有豐富的一些選擇 第三個特徵就是 產品的收益率相對比較平穩 我們知道 現時香港的一些人民幣理財產品的回報 大概是兩到三厘之間 而根據過往的一些數據顯示 內地的一些人民幣理財產品 通常的回報是會略高於這個數據 我看到 我也有做了一些研究 或者去看看不同的內地理財產品 相對的回報 我看到有很多選擇 例如四、五厘那些都是比較普遍的 而且有一個特色也挺有趣的 就是他們的年期的選擇方面 其實有些比較短年期的 如果大家因應一些環球的利率的走向 再做一些譬如部署的話 可以比較多不同的一些年期的選擇 這個也挺有趣的 不過如果相比內地 我就覺得譬如香港的產品 其實我們就比較熟知 而且選擇多也比較多元化 我聽過很多人說 香港的產品比較適合一些做穩健 或者長線的一些配置 其實Sally又是否覺得 我也是這樣認為 因為我們看到香港投資基金的工會 在最新的一期 關於跨境理財通的調查報告當中 都指出 其實投資者最關心的 譬如是否對南向通感興趣 他們認為前三大的原因 多數考慮是 是否多元的投資組合 能不能夠做分散的投資經驗去組合 另外就是海外資產 海外市場的投資是會更加多些機會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投資者想積累這麼多的投資經驗 也都是我們看到 整個環球市場的一些機制發展 日趨成熟 所以內地的社會 我們相信他都很期待 有更多的全球化的 多元化的資產配置 讓我們選擇 對… 做一些長期的資產配置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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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